花莲县客家事务处举办的荣新回南客家戏曲推广传习课程 经过两个月的专业训练终于举办成果发表 学员们表演了一出上山彩茶的戏曲 展现了精湛的客家戏曲唱功 由客委会指导花莲县政府主办的荣新回南客家戏曲推广传习课程 在10月6号开班 在专业师之群的密集训练下 每一位学员很认真参与努力练习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终于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荣新彩茶剧团这两个月来密集的训练 真的是投入了非常多的老师的心血 那我们也看到学员在这个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能够演出非常算是分数很高的一个表演的专业技巧 那这些都是我们客家事务处啊 在县长许真卫他的提点之下 那也获得了客委会经费的益助跟支持 那再让这个计划呢 能够顺利的推展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客家戏剧 客家的语言在我们花东重谷 我们花莲县能够落实杂根 我们想在透过这个计划能够培育更多爱好客家精致的戏曲的人才 成果发表会由学员们表演了三角彩茶戏张三郎 茶郎系列故事中一出上山彩茶的戏曲 其中三歌对唱更是让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 掌声热烈不断 客家事务处处长彭伟就表示 明年度会再争取进阶班的训练课程 让更多人体验客家戏曲的魅力 也透过传统戏曲学习 让更多人喜欢客家文化 进而在社区当中扩大推广客家精神 这里会简箱报导